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 宏理金融2023年第一季的業績 出了業績之後 股價是由26.7%下跌到6片之前的25.6% 下跌了4% 最主要是不夠分析員預期那麼英俊 加上整個金融體系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擔憂 當中 宏理金融又不算跌得最厲害的那隻股票 至少在美國和歐洲 紛紛出現銀行危機的時候 宏理金融就是相對地穩定 當然啦 因為他是本公司為主 他有銀行的業務 但不是最重要的範疇 核心的盈利方面 1.5B 比起上年同期 上升10% 而核心的Earning Per Share 上升15% 由6.9至7.9至 雖然公司的Earning Release 又或者Presentation 出來是說 大幅公司 上升11% 究竟他的 Dollar Armand 算錯 究竟他的 % 算錯 還是 還是 我覺得 便掌握手指 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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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到底 會從專間 預期是八毫一指 跌借2% 比起預期 Premium方面 就是1.6 billion 保金的收入 比起上年同期 跌了0.6% 算是輕微的 雖然沒有增長 但按季來說 反彈了22% 要知道上一季 即是2022年第四季 在亞洲方面 我們偉大的祖國 實施最偉大 最有能力成功的清零措施 當時 令到保險 都是 買不到保險 又或者 你不會買保險 今季有顯著 回復和反彈 隨著全面開放 回來 新增業務 價值 0.5 billion 輕微地跌了5% 至於全球 資產管理上 錄得一個淨流入 4.4 billion 比上年同期 跌了35% 很嚴重 本來的 本來的價值 30元 上升了9% 至於 Embedded價值 34.3 輕微地上升3% 以至於現在的價錢 25.6 出現的價值 15% 折讓 或者 內含價值 是25% 折讓 如果你相信 內部計算的話 核心 Return on equity 回報 資產 由14% 改善到14.8% 不過 Expense efficiency 即使用錢的程度 就由46.4% 增加到 即使用多了 去到47.1% 輕微地上升 你看回它整盤數 它的亞洲業務 雖然在Premium上 是有反彈 但是 含金量上 就受到 即是 for some mission 不知為何 賠賦上 可能有多了 死人塌樓的情況 出現 就大了 所以 核心盈利 在亞洲方面 反而 有1% 下跌 反觀 加拿大和美國 雖然 在保費上 是少了 比上年同期 不過 就是因為 含金量改善 所以 核心的earning 就紛紛地上升 這也很反映到 究竟 過去COVEC的衝擊 有多大 從賣 隨著 很多國家 都是重啟 之後 反而 令到 2022年 股市有 非常大的震盪 而且 隨著不斷變態地 積極加息的影響 連債券市場 都有很大的衝擊 隨之以來 令到 不單止 宏里 流入量 在資產管理上 雖然是正增長 但是 比起 上年 跌渡 而且 它的margin 都有所 下跌 在當中 所以 這些 都是 它今季 在板塊 是 洩賊的地方 不過 另一邊 因為 利息 上升的時候 這樣 宏里本身 那個賬面 上面 那些 賺錢回報 investment 的return 亦都有所 上升 未來的展望 2023年 估計 它無論是保單收入 又或者 是 它的 賠付方面 都應該會 慢慢 趨向 穩定 再加上 在investment 裡面 無論是 它自己盤數 又或者是 資產管理上面 都應該 是 會 有個 健康的發展 尤其是 這個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 那方面 那個margin 應該是 會有一個 蠻大的反彈 在當中 如果是這樣 我自己 都會 審慎地 對於 它的 未來的前景 都是有個 樂觀 在當中 它 亦都是 在 無論是 北美洲 或者亞洲的業務 相對地 有一個 平均的發展 在當中 當然 全球 不同的風吹 它可能 會受到一定程度 打擊 都未頂 我覺得 它的目標 至少 可以 上到 接近 Embedded Value 即是 34元 看看 它到時是怎樣 現在股價 在做 25.6 我都 在錄片之前 進入多了少少 拭目以待 通常 裏面公司 在利息加息 的時候 又或者 不需要等到 加息 潮完 或者加息 完 左 它會有一定程的調整 As long as 利息 比之前 高了 而且 現在高了那麼多 都會有 好處 空間 尤其是 人壽保險 來計算 which 就是 manulife 所以 某程度上 你都可以 去看高 一線 相對於 如果你覺得 銀行股 是相對地 比較波動 甚至乎 無緣無故 又會走出一個 擠蹄事件 你完全不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爆 再加上 樓市 現在又有一定程度 衝擊 都會令到 這個 銀行股 可能在短期內 虧搶的時候 本公司 不作為一個 避難的選擇 除非 除非 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 它本身的投資 就 炒焦了 但是 在 政府 Osswee 的監管下 其實 你就很難炒焦 因為 一定要你投資 實食 沒有黏牙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它就 過不了 資本充足 這個要求 Anyway 這個純粹是我個人的意見 以及操作 股票 自己投資 自己研究 自己買自己負責任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近公參考而言 歡迎 Like Subscribe Share BD巴拉套